中篇小说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作者 陆瑶 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刘丽英闹着要和高广后离婚 卢若勤没想到 平时看来窝窝囊囊的老高 竟然果断的同意了 法律机关先是照例做了一番 规劝双方和解的工作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因为双方都同意 所以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 一张纸片宣告了一个家庭的解体 慷慨的刘丽英竟然什么也没有 连同她的命根子冰冰 一起留给了她原来的男人 她一个人毅然的回到山背后 娘家的村里去了 高广后离完婚回到学校的时候 表情和平时一样 永远是那副愁眉苦脸 只是在傍晚冰冰哭喊着要妈妈时 这个男人的眼里才涌满了泪水 卢瑞琴看见这悲惨的一幕 关注自己的门在炕上哭了一个下午 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第一次看到 人不仅能创造幸福 也能治到不幸 她现在主要可怜冰冰 她知道失去母亲是什么滋味 但是冰冰的母亲 并不像她的母亲一样 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还活着 生活 你竟然有着比死亡 还要不幸的大悲大痛 第二天早晨 高广后对卢瑞琴说 她要把冰冰先送回到她母亲那里 大约两天以后才能回来 她让卢瑞琴先照料一下学生娃娃们 她甚至抱歉地对她说 你得辛苦几天 卢瑞琴面对着这个好人和她的不幸 心里难过极了 她让她放心去 说学校的事她一定会照料好的 父子俩走的时候 卢瑞琴帮助她简单地收拾一下东西 她把她的全部吃的点心都拿了出来 给冰冰包在包袱里 并且把她心爱的那条红纱巾 给孩子围在脖子里 高广后一条胳膊拎着那个经部包袱 一条胳膊抱着孩子起身了 她亲了冰冰的脸蛋 冰冰也亲了她的脸蛋 泪水从她的眼里涌出来了 可怜的孩子并不知道 这世界给她带来了多大的不幸 还笑哈哈地说 卢姑姑 爸爸带我找妈妈去 他们走了 踏着那条泥泞的简易公路走了 卢瑞琴站在学校院子的边盘上 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 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 她突然隐约地感到 对这不幸的父子俩 她将要负起某种责任来 是的 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 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 就会唤起一种责任感来 她当天就在高庙村 叫了几个年龄大点的女生 帮助她把高老师的宿舍收拾了一番 打扫了地上的灰尘 用白马纸裱糊了窗户 把家具摆得整整齐齐 她还拆了她心爱的一本人民画报 把墙壁贴得五颜六色 她有一个强烈的念头 让不幸的高老师回来的时候 在她那孔晦暗的窑洞里 多少能添上一点另外的什么 做完这一切后 她穿上高铜雨鞋 把教科书用塑料纸包好 夹在搁着窝里 撑着那把从老家带来的湖蓝色的自动伞 到舍客村给学生上课去了 她临走时 主妇高庙的学生 她下午回来再给他们上课 中午 当卢若勤拖着两条泥腿回到学校的时候 惊讶地看见高广后和冰冰在学校院子的水洼里玩纸船 她一下难受而兴奋地跑过去 一把抱起小冰冰 在她的红脸袋上拼命地亲吻起来 她问高广后 你们怎样回来了 半路上冰冰哭着不走了 硬要回来 她沮丧地摇了摇头 哎 这可怎么办呀 你别熬间 卢若勤不假思考地说 晚上让冰冰跟我睡 白天你上课时 先叫高年级几个女生看着 罢了 再给他们补课 那怎行呢 她严厉地看了她一眼 不能连累学生 卢若勤看了看 她那张粗糙而憔悴的脸 不言喻了 哎呀 是你帮我收拾的房子吧 冰冰高兴地在摇里又跳又叫 她感激地说 卢若勤微微一笑 拉起冰冰的手 说 我帮你们做点饭吧 冰冰一定饿了 密布的乌云终于在秋风中溃散了 连绵的阴雨停了 久已不见的太阳亲切地在蓝天上露出了笑脸 把那灿烂的阳光撒在泥泞的大地上 远方的山卵蒸腾起一片蔚蓝色的雾癌 鸟群舒展开翅膀 在秋天的田野上欢悦地飞翔着 庄家地里竖起了一些丑陋不堪的稻草人 在秋风中摇摇晃晃 吓唬那些瘫嘴的麻雀 不论怎样 生活的节奏永远不会中断 地里的庄家在成熟 学生娃的课本又翻过了几页 高广号依然是满身的粉笔墨 站在石头块儿雷起的讲台上 像往常一样 一阳顿挫地领着高年级的孩子们念课文 卢若勤用他唱歌般的音调 给那些吸着鼻涕的猴娃娃交拼音 有时候在这些声音中 院子里突然传来彬彬尖锐的哭喊声 大概是摔跤了 高广号仍然在一阳顿挫地念着 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那神态就像一个艺术家沉醉在他的创造中 其实他听见了那尖锐的哭喊声 但他忍着 在人受痛苦方面 生活已经把他磨练得够强大了 或者说生活已经使他对痛苦有点麻木了 但卢若勤念不下去了 他会马上跑出来从地上抱起冰饼 擦干净他脸上的泪水 给他手里塞两块糖 然后抱他到宿舍里 拿几本小人书让他翻 让他撕 等他安静下来 他才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后来他干脆把冰饼带到教室里 让他坐在小板凳上和学生们一起念拼音 尽管他成了班上一个最捣乱的学生 但还是可以控制到一定程度的 小家伙真聪明 学拼音竟然比一些大的学生还快 这个办法是高广厚和卢若勤都很高兴 下午放学后 他先帮高老师和冰冰做饭 然后再做自己的 有时候他们三个人索性在一块坐着吃 晚上 在冰冰愿意的情况下 他就把他抱到自己的宿舍里 给他洗脸洗脚 晚上也就睡在他的身边 渐渐的这小东西有时瞌睡了 自己就跑到他的被窝里睡着了 你脚和你手把他的被褥弄得一塌糊涂 尽管老高非常抱歉 但他并不计较这些 他怀着一种喜爱的感情 搂着这个脏东西睡了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进行着 过了好一段日子 卢若勤才发现他好几个星期天没有回县城了 不知为什么 哥哥最近也再没来他这里 他心里猛然一紧 是不是哥哥或者玲玲出了什么事 他突然惦记起他的这两个亲人来了 觉得他应该很快回县城去看一看 他感到他在生活中猛然变成了一个重要人物 以前他老感到需要别人来关心自己 而现在他觉得他需要关怀别人了 这个心理上的巨大变化 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他惊喜的意识到 生活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 这个星期六 卢若勤回到了县城 这个星期六 卢若勤回到了县城 这个星期六